大家好,我是Hannah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韓國人家都很常煮的泡菜大豆芽菜湯 材料又簡單,煮法也很簡單 我們一起看看材料 這個湯需要的材料是 泡菜大約200g 大豆芽菜500g 水1L 蒜頭9粒 大蒜1條 鹽2分1茶匙 然後我會另外準備多2分1茶匙去調味 現在我們可以開始了 首先我們將一條大蒜切片 然後蒜頭9粒切碎 1分1茶匙鹽 500g的大豆芽菜和200g的泡菜切粒 現在我們將大豆芽菜倒入鍋裡 因為這個是洗過3次的大豆芽菜 在包裝寫明的 所以我就不用再洗了 如果沒有洗一定要洗乾淨去用 接著我們用手輕輕壓一下 然後倒入2分1茶匙的鹽 然後倒入蒜 然後倒入蒜 蒜蓉把它撥均勻 分佈得好些 然後就可以倒入大蒜 然後倒入1L的水 然後倒入蒜蓉 好了,現在可以關上熬蓋 開火鍋15-20分鐘 中間記得不要開蓋 然後20分鐘後 打開蓋 然後攪一攪煲湯 輕輕壓一下大豆芽菜 這個時間我們就可以加入切好的泡菜 然後利用湯殼把泡菜撥均勻 我們再加入適量的水 而水的份量我沒有另外再寫的 水就剛剛倒到蓋過泡菜和大豆芽菜 然後再多一點就可以了 如果加太多水 那可能煲湯就變得沒有味 現在看水的份量就差不多了 我也不會再加水了 那我為了迎合韓國人的口味 我會再加多2分1茶匙的鹽 然後煲多大約10分鐘就可以關火了 韓國人的湯多數都會比較多料 因為他們會用來送飯或者拌飯吃 我提提一下 調味方面 最主要看泡菜的鹹度 和自己的個人口味 這個這麼簡單的韓國家常湯 就完成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食譜 可以給我一個讚 又或者如果你想觀看更多新的食譜 或者生活影片的話 記得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香港Hana故事 又或者follow我的Facebook 韓國年糕媽愛著菜 今天到此為止 拜拜 拜拜